多重人格和精神分裂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误区 认为多重人格障碍是一种精神分裂 甚至有人将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混为一谈 多重人格障碍与精神分裂症之间 的确有很多共同点 但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理障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精神疾病 它的病因还是未明确 它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思维、情感、意志障碍 即是病人会出现思维中断、扩散、对人冷漠 情绪变化剧烈、主动性减退、行为退缩、生活冷散等等 妄想和幻想就是精神分裂的重要症状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病人会有木僵或兴奋躁等等的行为表现 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改编于美国著名数学家、约翰、福布斯 纳杂的真实事迹的美国电影《美丽心灵》 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电影 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过程 和战胜病魔的心理历程 故事的主人翁纳杂是一位非常优异的天才数学家 但由于没有上预备班的经历 也没有遗产或附足亲戚的资助 因此未可以进入常青藤盟校 遭受重大的打击 为了证明自己他整日沉迷于一件事 尋找一个真正有创意的理论 有一晚在酒吧他观察竞争对手 一个热情的金发碧眼女人的反应引发了他的灵感 经常在他脑海里酝酿的想法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而且浮现在眼前 随之撰写出了关于博弈论的论文 竞争中的数学 他大胆地将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理论 做了不同的解释 然而他苦于这一项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不到优势 强烈渴望得到更好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于是他被自己虚构了一个任务 他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邀请 参加一个绝密的任务 破解敌人的密码 对待这一项任务 他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样 十分认真和专注地帮助美国国防部破译着密码 而且被这一项工作深深迷着 迷失在这些没办法抵养的错觉当中 无办法分别自有茶医师、茶医师可爱的小侄女 与威廉柏切等等他虚构出来的人物 不是真实存在 后来,纳杂被产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无论是国防部绝密的任务 还是那些他虚构出来的人物 只是存在于他自己虚构的世界里 存在于他的意识里 他的幻想里 除了他本人之外 谁都无办法看得到 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是精神分裂症中最常见的一种 大约有半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被诊断为妄想型 妄想是一种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 编辑和歪曲的观念 毫无现实根据 是凭空出现的推理和判断 多半有幻想 有浅述 我们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 听到的声音来源于内部 来源于自己头脑里 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 就会认为那些来自于 自己头脑里的声音 是天外之音 是人体发出来的 多重人格障碍患者 可以认识到所有的这些 只是种幻觉 往往会自己压制着这种声音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 就认为那些声音都是真实的 尽管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 因此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 是与现实脱节的 它们虽然智能正常 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无法正常地融入生活 而多重人格者 就没有与现实脱离 而是以不同的人格生活 它们可能更善于利用现实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讲到这里 要与大家强调一点 在现代 人经历的高压力生活 高压力学习 和高压力工作 以及世界集体化 合作化 知识爆炸化 导致越来越降低个人的作用 有不少人都有轻微的人格分裂表现 好像突然的大喜 大怒 经常性地感到无聊 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表现出两面甚至多面性 并非就一定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 例如主持人 李就是善用不同面的生活的高手 他在台上十分活潑 善于言语 而私底下 他却很安静 不喜欢说话 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人 有朋友会开玩笑地说他是多重人格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李只不过在不同的情景中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无论在台上还是私底下的生活中 他都可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他的核心人格并没有与非核心人格产生斗争 精神分裂症患者 是他的思维、情感、行为产生了分裂 由于妄想、幻想等导致他的精神活动 与外界环境产生了不协调 而且多数是由于精神分裂患者伴有的患觉 患觉分为听患觉、视患觉、触患觉 其中听患觉是最普通的患觉 人们会听到控诉他们不道德的行为 或威胁他们的声音 这些声音亦可能疏使他们去伤害自己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回答这些声音 甚至会与这些不存在的声音对话 美丽心灵的主人翁 就与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保持着友好的对话 视患觉也是精神分裂症想出现的症状 整天伴着听患觉一起出现 电影《妄想》的梁荣娜 看到自己家的场发生变形 甚至看到怪兽 这就是视觉出现幻觉 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活在自己的幻觉和妄想里 所以表现的行为和反应 都是根据他的幻觉里的事物产生的 这样他们的行为在现实中就会显得异常了 电影《救我》中的心理系研究生姜妍 为了想尽办法争取唯一的出国名额 甚至怀疑同学用不正当的方法 导致他做出更反常的行为 另外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 会患有行为杂乱和紧张症行为 例如他们会突然毫无理由破口大骂 学别人的动作或说话 行走时忽快忽慢 自言自语 还有一些患者衣着不整或不合时宜 夏天穿棉纳 冬天穿短褲 有时还会做一些不雅 甚至违背社会道德的事 好像脱衣服、摸路人的屁股等等 有些连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不可以治理 紧张症 紧张症是一组精神运动和意志的敏乱 包括黑板、自动服从症、僵硬、模仿动作、 加密症、自动和冲动行为等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是脑神经元功能的特性異常 通俗地说 就是大脑信息传递出现错误 所以精神分裂症 不单只是一种精神行为障碍 也都是一种实质性的病变 而多重人格患者 就是自我意识出现了障碍 在自我内部不协调 它的产生是一种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 它们的幻觉形式 只是存在于自己脑海里的声音 并不会形成虚异的外界环境 不会虚构出除了自己以外的人 只是在自己的意识里出现了多个我 无论是哪个我 都生活在真实的世界 虽然多重人格患者也会有异常行为 但这种异常行为的产生 与精神分裂不同 它们是由于每一个我所做的事情 并不会被其他我所感知而造成的 与外界环境无关 实际上 包括多重人格患者在内的很多心理疾病 多数是潜意识发生了问题 例如 在小时候 记下了很多被自身认为绝对不正当的记忆 或是十分排斥回忆起曾经的挫折 遭遇等等 有些人会开启自我保护的开关 将这些让人不开心的回忆 藏到去看不到的地方 潜意识 潜意识指潜藏在我们一般意识底下的一股神秘力量 是相对于意识的一种思想 又称为右脑意识 宇宙意识 潜意识是人类原本具备 却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被感知的能力 这种能力我们称为潜力 亦即是存在 但却未被开发和利用的能力 说到潜意识 就不可以不提起心理之父 奥地利心理学家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之所以将佛洛伊德 称之为潜意识的第二个父亲 是因为宇宙创造了他 却将他藏起来 而佛洛伊德就发现了他 这个发现对心理学的发展 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贡献 这样佛洛伊德是怎样发现潜意识的呢? 那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位 在心理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她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位病人 她的案例对心理学而言 有着理情悲悉的意义 她就是安娜 被催眠的安娜 安娜出生为也纳 一个显黑的犹太家族 21岁时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但安娜并不是精神分析学派 是创始人佛洛伊德的病人 甚至他们从未谋面 真正接受安娜个案的 是佛洛伊德早期的导师和合作者 Yosef Boyer 接着来简称为J 在讲述安娜的故事前 我们先来好好讲讲 那个高深莫测的潜意识 佛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分为两个层次 意识和潜意识 佛洛伊德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巧妙地展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让心理学的门爱看亦可搞个明白 大师将人的心理 比喻成为大海中的最型的巨大冰山 露出海面的可以看到的那一小部分 就是我们的意识 而海面之下真正的庞然大物那部分 就好比潜意识 我们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现在将心灵的冰山放到我们的脑中 潜意识在我们的脑中 一直被禁住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 我们看不到它 但是它却在影响着我们 因为它的能量可以影响我们的意识 它就像一个橫皮的小孩 偶尔会出来执行我们意识不到的想法 但是它是没有分别好坏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脑就把它惯了起来 而且放了一个人仔在这里把手 潜意识先讲到这里 安娜应该出场了 安娜第一次组访Jay的时候 开始只是抱怨说自己长期吸收 经验老道的Jay一听 就知道安娜没有说老实话 不过第一次来咨询的人 都不会立刻闯开心扉的 Jay觉得必须采用其他的办法 走进安娜的耐心 看看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于是它决定对安娜实施神奇的催眠术 即使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 催眠术对大家来说 依然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其实催眠术在心理学的应用 并不是为了操控其他人 这样运用催眠术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看守潜意识的人仔纷纷欲碎 这样潜意识才可以肆无忌惮地 才可以令患者自己意识到 先前那些潜伏在暗注的他 搞不清楚不明白的事 心理医生才可以和他会一会 Jay用催眠术成功地令安娜回忆起那些 他所不愿意记起 进而排斥到潜意识里去的记忆 重构了那些导致他前来就诊的事件 远到童年的经历 近到他正在照顾身染重病的父亲 而且觉得身心疲憊 催眠结束之后 Jay对安娜讲述了他前来就医的真正缘由 安娜顿时两眼含着热泪 好像密沉到滋阴一样 彻底对Jay闯开心扉毫无保留地 痛快地把自己的其余症状都说了出来 其实我还觉得我的眼睛和耳袋 有些不太听洗的 颈椎都很难受 头痛啦 右臂和右腿也都发麻 从安娜的讲述中 Jay凭着经验觉得他应该有其他的问题 这只是表现真正的病因并不是这样 于是将他登记再测 打算以后对他进行密切除访 Jay的判断果然没错 就在安娜畅访的两个星期之后 他突然出现短暂的失语状况 紧接着体内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人格 来回转换没有任何预兆 在安娜身体中有两个灵魂 为了聚述方面 我们将新出现的人格称之为安小娜 安娜原本有的人格 即是核心人格 胆小抑鬱,比较消极 而安小娜就刚刚相反了 他的行为古怪叛逆,而且脾气暴躁 如果有人招惹,就会发狂发怒 之前我们说过,核心人格通常都是消极的、抑鬱的 而非核心人格一般都与核心人格相违背 敌对、控制甚至有反社会的特点 有时外界因素,尤其是情感上的刺激 会对人格分裂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来病情已经好转的安娜 因为父亲的离世,受到严重的打击 病情急转直下 他人格转换的频率越来越快 安小娜的势力越来越强,经常出现 而且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久 安小娜出现的时候,除了J之外 其他人都不认识 也只有J为他吃东西才肯吃 而且安娜原本会讲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安小娜却只会讲英语 再效来,他的情况越来越差 有时神志不清,开始有自杀倾向 最后,安娜被转移到特船的地方监护起来 虽然J一直不停努力想尽各种办法 但对安娜的病情恶化都是无济于事毫无效果 直到安娜突然出现回避饮水的症状 J见到事情不妙,再继续下去,安娜就要有生命的危险了 急于焚的J又一次对她进行了催眠 通过催眠,J得知安娜是因为见到一只狗在水杯里喝水 随时觉得非常吐心,于是就拒绝喝水 J顺势有道安娜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感受 当安娜从催眠中醒醒的时候 她的恐水症竟然奇迹感好了 另一次,J终于找到了治愈安娜身上的各种奇怪病状的办法 她领悟了这种后来成为精神分析技术主要治疗方法的东西 就是宣洩 J迅速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安娜其他症状的治疗 而这些症状亦都奇迹般消失了 J的发现为佛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法 和梦境解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佛洛伊德将这种宣洩一切 是因为压抑而产生的心理痛苦的心理治疗方法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而且成功地运用于实际的治疗当中 取得了巨大的治疗成果 这样,催眠是如何在多重人格的治疗中起作用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催眠是由各种不同技术引发的一种意识的替代状态 一般情况下,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会完全放松 就好像进入睡眠一样 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 只是操控在催眠师的手中 而且对催眠师的暗示有着极高的反应性 以及在知觉、记忆和控制中做出相应的反应 也就是在催眠状态下的人 更加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 敢于说出自己的问题 还记得安娜第一次来诊断吗? 开始的时候,只是讲一下鸡立般的症状 后来正在催眠的作用下,安娜打开了心扉 因此催眠疗法常用于心理疾病治疗 催眠疗法是用催眠的方法 令求治者的意识范围变得极度狭窄 借助暗示性语言 以消极病理心理和驱体障碍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通过使用催眠方法 将人有道进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 将医生的言语或动作整合入患者的思维和情感 从而产生治疗效果 对于多重人格,亦是借助催眠疗法 来挖掘那些引发个案多重人格或反常行为出现的 被个案记忆和意识排斥却依然仅仅于怀的经历 这样便可找到诱因了 另外,通过在催眠治疗过程中的暗示、引导方法等等 让个案可以就那些经历进行深层的自我表达多种意念和情绪反应 算是自己内心压抑着的不满或反感等不好的情绪 同时,让个案自己去了解不好的行为习惯的形成原因 在催眠师的辅助下找到改善的方法 进而个案心甘情愿地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而且愿意持续将新的习惯转成正向的行为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催眠帮助个案 由内心解脱自己原本有的心理束縛 儘管安娜的很多病状都已经被清除 但她多重人格的身份却并未发生改变 幸运的是,多重人格的身份 并没有妨碍安娜后来成为一个结出而成功的人 安娜的朋友说起安娜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她就好像是过着双重的生活 一方面,她是个有约的维也纳十九世纪末的文化精英 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强硬的女权主义者和改革的 1954年,前西德政府特地发行了一套纪念游票来纪念安娜 2057年,前西德政府特地发行的